语曲 李宗盛 语曲 李宗盛 我手起刀落 但回过神来 才发现镰刀上挂着的 是一个小孩子的灵魂 你猜怎么着 小家伙 嗯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跟你说 那个老头 他有老年痴呆症 他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子呢 今天就说到这吧 小家伙 别忘了 把额外的委托也做完了 这样死神 才会在梦里奖励你恢复记忆的 我会努力的 前辈 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是怎么每天干两份活儿 还这么精神呢 被你发现了 早上好啊 爱丽姐 庞贝尔 这是你的名字 对吧 看来你的记忆 开始慢慢恢复了 对啊 昨天在梦里 突然一下就想起来 自己的名字了呢 但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 过去的事情 按理解 你为什么把一树枯萎了的花 放在这里啊 这些雏菊呢 这是我葬礼的时候 别人送给我的 都枯成这样了 那一定放了很长时间了吧 你知道吗 小姑娘 雏菊对我们这些人来说 可是很重要的花呢 真的吗 说起来 我还从来没在乌鸦岩 见过花呢 不管你信不信 有幸能参加自己葬礼的人 其实并不懂 那个时候为了纪念死者 人们会在墓碑前献上出局 在城市有不少人 一生都在追求 蓄无缥缈的事物 但到了最后 这些花 就是我们这些人 唯一能带走的东西了 听起来 好悲伤啊 那 艾莉姐 你为什么不欢心心怀呢 太阳终于出来了 真好 小姑娘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这世间万物总是变幻无常 即使是最重要的人 最后也都会被遗忘 毁有太阳 那永恒不变之星了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它的光芒 都永远照耀着我 太阳会不会是答案呢 我得先记下来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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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小家伙 前辈 你刚才怎么了 像块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的 叫你也不答应 只是在晒太阳了 对了 交给你的委托做完了吗 说到这个 根据收割者工作规章制度 那些委托都算在我头上呢 所以前辈 你这周的业绩 现在还是零哦 你 你说什么 多亏了这本书 如何对付 总是把工作推给你的讨厌同事 哎呀 仔细一看 这本说的作者 不就是前辈你吗 没 没想到我竟然被你反将一句 你这家伙 真的只有十岁吗 你失忆之前的年纪 不会比我都大吧 不是啦 我只是想带做前辈 一件事情而已 好好好 饶了我吧 小家伙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干 嗯 那就 先好好说说吧 前辈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委托 都丢给我 这个 说起来 有点丢脸 其实 我遇血 啊 那你一开始 为什么要选择成为收割者呢 我就好好跟你说吧 小家伙 这里没有什么选择 我们都一样 爱丽小姐和我来这之前 就已经背负了杀戮的罪名了 曾经的收割者前辈们也都一样 你总不可能例外吧 好了 别卖关子了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很简单 帮我弄些向日葵来吧 哦 你要向日葵干什么 嗯 我想 如果是出局的话 肯定会让人想起伤心的事情的 当然 我是不会让前辈你白忙活的 你果然还是个小孩子呀 爱丽姐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我一直都想要找到那个答案 有了他 也许我就可以 哎 那是什么 哦 是向日葵呢 没想到会有人送我这么美的花 哇 真没想到会有人送向日葵给你呢 爱丽姐 看来还有很多人记得你啊 嗯 但是向日葵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呢 啊 你你你不喜欢吗 你你你不喜欢吗 不是啦 只是突然想到 为我送花的那个小家伙 他可真是世界上最温柔善良的孩子 词 我呢 没有 也行 你你不喜欢我 你你不喜欢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